大家好,欢迎来到黑斯阿雷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也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率领希腊联军攻陷了波斯帝国最重要的首都,波斯玻里斯 这座220年来一直作为波斯帝国的历代众王之王们接受万邦朝拜的圣殿 如今已经成为了希腊人的囊中之物 而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末代君主大流氏三世 也被叛成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所杀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夸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就此灭亡 而就在同一年,在远比波斯玻里斯更加东方的地方 秦国的大粮造公尊延,统帅大军在历经了长达两年的艰苦熬战之后 终于攻下了魏国在河西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丢阴城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泉 数万镇守河西的魏军全军覆没 魏军主将龙谷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 刚刚在徐州相望中得意了一马的魏国遭到重创 经此一战,魏国不得不将他在河西的全部领土全都割让给秦国 而秦国更是在第二年渡过黄河江势力深入河东 开始了秦国争霸天下扫荡六合的帝国之路 不过为秦国收复河西立下大功的公孙岩 他在秦国如日中天的日子并没有享受多久 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就出现在秦国的朝堂上 这个人就是公孙岩的魏国同胞张仪 跟家乡位于秦魏两国反复争夺的河西地区的公孙岩相比 张仪和魏国的渊源显然更深 张仪出生在魏国的首都安邑 根据《吕氏春秋》中的记载 张仪是魏国宗室术术后裔 可以算得上是魏王的远方亲戚 不过至少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并没有那种应该效忠于自己出生地所属政权的道德义务 而是良勤则木而起 贤臣则主而是 因此张仪学成入世的时候并没有选择魏国 而是去了楚国 成为了楚国令饮昭阳的门客 据说有一次张仪陪主公昭阳喝酒闲聊 结果喝完酒之后 昭阳突然发现他珍藏的一块美玉不见了 甚至有传说这块美玉就是后来扬名天下 为做成了传国玉玺的和尸臂 然后昭阳家的佣人就说 张仪刚才可一直在您房间里 他家很穷 肯定是他偷的 昭阳听了觉得也有道理 就让下人把张仪抓回了审问 张仪当然不能平白承认这种冤屈 因此相府的下人就决定严刑逼拱 结果几百棍子打下去 张仪仍然是一口咬定 没有偷过相府的东西 昭阳听了回报之后 也觉得可能是冤枉了张仪 就让人把他放了 然后就有好心人把遍体鳞伤的张仪抬回了他家 张仪的妻子看了张仪这副模样 又是伤心又是生气 他抱怨道 你要是不读那么多书 不去游说诸侯 怎么会遭到这样的羞辱呢 结果没想到张仪挣扎着爬起来 问妻子 你看我舌头还在吗 张仪的妻子为他气乐了 说舌头当然还在 于是张仪就说 那就足够了 经过这一番风波 张仪自然也没法在楚国继续待下去了 恰好此时 他先说了秦国在河西大胜魏国的消息 因此决定去秦国事实身上 张仪入秦之后 凭借着自己的才词敏捷 巧手如簧 很快就取得了秦国国君惠文君的宠信 顶贴了公孙衍 成为了秦国的相国 而在秦庭官场失忆的公孙衍 甘旨辞去了一切职务 跳槽回到了故国魏国 张仪败相之后 和秦惠文君可以说是诸连笔和相得一张 在君臣二人的配合之下 秦国的疆域再次扩张 东边逼迫魏国 割让了位于陕北的上郡十五座城池 并且夺取了进攻中原的要道陕地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三门峡 同时在西边秦国迫使 被视为西戎之长的义渠国臣服于秦国 在义渠院的领地上设立义渠县进行管理 秦惠文君十四年 公元前三百二十四年 在魏国、齐国、韩国都相继称王的情况之下 秦惠文君也不再遮掩秦国的争霸野心 正式称王 就是著名的秦惠文王 秦国也从此正式从周朝分封的一个伯爵国 变成了独立于周天子的王国 为了遏制秦国咄咄逼人的崛起态势 在昔日的秦国大粮造 如今的魏国相国公孙衍的谋划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的国君递接盟约 相互承认对方为王 使称五国相望 而公孙衍也因此得以配五国相引明造一时 不过这时候公孙衍组织的这个五国联盟 主要还是防御性质的 首先是以团结三进为目的 陶游后来冷战时期流行起来的政治概念来说 就是行使集体自卫权 以此为标志 在战国历史上的中原国际舞台上 逐渐形成了两套针锋相对的外交理念 义中以公孙衍为代表 主张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抵抗强国的侵略和弃压 因为这一主张主要的防范目标是地处西方的秦国 而地处小山以东的六国在地理上看 大致是从南到北竖着派列 所以这一派政治主张被称为合纵 而与之相应的就是连衡 代表人物自然就是公孙衍的政治对手张仪了 张仪作为秦国国相 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任务 就是劝说六国各自和秦国结盟 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秦国的盟国 利用秦国的帮助从其他国家牟利 张仪就是通过这一套手段来拉拢 打压分化瓦解六国之间的反秦联盟 其实合纵连横局面的形成 这本身就已经清晰的表明秦国族裔 一国之力而抗衡天下的强大实力 也正因为如此 对待秦国的态度才会成为当时中原地区 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问题 不过和冷战时期 美苏两强相比 魏国在合纵联盟之中远没有冷战期间 美苏在北约华约之中那种 当然不让一言九鼎的老大哥地位 比如游离于五国合纵体系之外的 齐国和楚国都是国力足以与魏国抗衡的大国 而张仪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因此他亲自出使楚国 在涅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沛县 和齐楚两国的大成汇王谈判 在张仪的劝说之下 楚国和秦国结盟 出兵攻打魏国 这时候五国之间的各自那点心里的小算盘暴露无遗 韩赵两国担心秦国趁其出兵 而燕国要防备着南边的齐国 都不愿意出兵救援魏国抗击楚国 至于国小示威的中山国 他的国土处在赵国的三面包围之中 参加五国相望 本来就只是希望能够借此得到三进的独立保障 免于被赵国吞并而已 哪敢冒犯国力强大的楚国 因此尽管公孙远和魏国的另一位重成会师 努力希望能够唤起五国合纵的共同对敌 但是最终还是毫无回应 五国同盟事实上也就此瓦解 在拆散了魏国和盟友的同盟之后 秦国转而拉拢宿敌魏国 张仪亲自前往魏国游说魏惠王 劝他和秦国结盟 然后共同出兵攻打韩国 许诺事成之后 秦国占据三川 而魏国获得南洋 在位48年已经79岁的魏惠王 这辈子经历了马林和西几次惨败 甚至就连嫡长子的性命都打进去了 可是直到晚年 仍然戒不掉心里那份浩大喜功的贪婪 因此同意了和秦国的同盟 不仅如此 魏惠王还被张仪为魏国的相国 眼见张仪的连横策略就要成功了 公孙衍也紧急行动起来 他亲赴韩国 向韩王通报了秦魏结盟攻韩的计划 韩王在公孙衍的劝说之下 主动把魏国寄予已久的南洋割让给魏国 这也算是丢阻宝居 及时瓦解了秦魏同盟 韩国因此避免了遭到秦魏两大强国夹击的王国危局 而公孙衍也以此向魏惠王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凭借劝韩国割让南洋的功劳 公孙衍受到了魏惠王的重赏 不久之后魏惠王罢免了张仪魏国相国的职位 重新任命公孙衍为魏国的相国 而惠师也在得知了张仪被驱逐出秦国 公孙衍复为魏乡的消息之后 立即结束了他和庄子一起夜尾于途中的悠悠生活 返回魏国 帮助公孙衍建立新的合纵联盟 公元前315年 公孙衍再一次组织起了魏、赵、韩、燕、楚五国的反秦联盟 同盟以楚国国军楚怀王为盟主成为纵长 相约共同出兵讨伐秦国 然而之后 楚国因为之前已经和秦国是关系不错的 共同对抗晋国的盟友 而如今楚国其实除了担心秦国吞并 巴蜀会对楚国造成威胁之外 两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所以楚怀王虽然出兵当了这个纵长 但是楚国对于出兵攻秦并不积极 楚国象征性的出兵会盟之后 很快就以秦军袭咬楚军量到楚营缺量未有 撤兵回国一去不返 至于远在华北北端的燕国和秦国距离遥远 也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 所以也不愿意为了一纸盟约就劳实远征 因此最终只有三晋真的出兵 组成联军直抵秦国东大门寒谷关之线 而对于五国之间的冒合神离 公孙衍早有预料 因此他也安排了号手 他早就派出秘使绕刀塞外 重金贿赂秦国在西北方的附属国义渠和他结为盟友 据说义渠王亲自访问魏国 公孙衍对义渠王说 如果我们中原各国和秦国相安无事 那秦国一定会去侵略您的国家 可是如果我们和秦国开战 那秦国就只能派出使者带着重力去结交您了 义渠王一听确实是这个道理 于是就向公孙衍表示愿意和魏国结盟 听从公孙衍的指令 不过公孙衍的谋划却也在秦国人的预料之中 听说五国联军禁礼寒谷关外 当时在秦王会下的另一位纵横家陈枕 也就是后来给楚国另一招扬 讲话销天族的故事的那位陈枕 他就跟秦惠文王说 义渠虽然是蛮衣翻邦 可是如今的义渠王却是一位英主 如今五国联军直抵关外 您不如先派使者去重金贿赂义渠王 以安其心 这样才好集中精力对付五国联军 于是秦国就派人给义渠王送起了 紧断千匹美女百人 义渠王得到这些紧断美女之后 就对他的臣下面说 你们看看 这就是当初公孙衍对我说的那些好处 然后义渠王一面收下了秦国的厚礼 一面仍然是集合不重攻打秦国 在礼伯这个地方击败了秦军 不过义渠游牧民族的背后偷袭 并不能影响战争的大局 三晋联军仍然不能攻克韩国关 再加上他们一直没有等到 楚国和燕国说好的援军 因此三晋联军放弃了对韩国关的攻打 退兵到了休旅 见此行醒 秦军统帅秦惠文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楚礼吉下令秦军出关迎敌 三晋联军大败 被秦军斩首八万多人 赵军主将公子可 韩将身差 还有亲自来到军前督战的韩国太子韩焕 全都成了秦军的俘虏 五国联盟再次瓦解 在这次战争中 为秦国立下大功的楚礼吉 因为后来获封阎君 因此也被称为阎吉 楚礼吉足聚多谋 在兄长惠文王、侄子武王和昭襄王在位期间 常年担任秦国丞相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曾经写道 秦所以东掌雄诸侯处理甘茂之策 而且世间传闻处理吉能预言风水 据说他晚年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选了块墓地 然后留下遗言说 后百岁 是当有天子徐功来加我墓 果然一百年之后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 顶都长安 在渭水南岸修建皇宫 玄旨恰好就在处理吉的墓地一带 新皇宫建成之后 常乐宫在处理吉墓地之东 而魏央宫在处理吉墓地之西 处理吉的墓地恰好被夹在其中 因此处理吉就被后来的风水学 尊为处理先世 被视作是相帝术的正元 之前张义谋化秦魏联盟的时候 曾经策划秦军借到魏国去攻打齐国 结果在桑丘之战中遭遇惨败 害了秦桧文王不得不以西藩之臣的名义 去向其国请罪求和 因此张义一度被罢免了相国的职务 不过经历了五国结盟 三级联军攻打韩国关之后 秦惠文王觉得还是张义这个连横外交 分化瓦解中原各国的反秦联盟才是正途 要不然总是这么一打三胜 就一打五 秦国国力再强早晚也吃不消 因此在休裕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 惠文王恢复了张义相国的职务 而张义的老队长公孙衍 则因为休裕之战的惨败 失去了魏湘王的信任被免去了相国之职 被迫到了战国七兄之中 国土面积最小的韩国担任相国 不过执掌韩国大权之后 公孙衍和继任的魏国相国田文 以及齐国相国田英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三国之间互相支持 这里的魏相田文 并不是后来生命下尔的那位孟长军 二人只不过是同名而已 反倒是齐相田英 其实正是孟长军的父亲 在齐魏两国的背后支持下 韩国出兵攻打秦国 意图收复在休裕之战中 被秦国夺取的土地 这就给了刚刚重登秦国县位的张仪 一个收拾老对手公孙衍的好机会 结果张仪刚在秦国的朝堂上 提出来攻打韩国的建议 就先和秦国朝堂上的另一位纵横家 司马错有了政见之争 原来就在与此同时 位于秦国西南的巴蜀两国 因为巴国介入到了蜀国的王室内斗 而爆发了战争 两国不约而同的都向秦国求援 因此司马错建议先拒守韩国官不要理会韩国 派兵先去攻灭巴蜀两国 张仪听了司马错的主张之后 当场反对 他说秦国如今和魏国楚国关系都不错 正好是一心一意对付韩国的良机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天下要重 如果能够攻灭韩国 秦国打军就能直抵周天子门前 那时候周天子手中无兵无将 各国诸侯也不敢来救援他 这时候他只有献出象征天下之主地位的九鼎给秦国 才能求后 然后秦国就可以拒有九鼎 携天子而令诸侯 成就王霸之业 这才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利益 巴蜀不过是西戎藩帮一群野人 跟他们叫什么心啊 这出兵巴蜀就是援木求鱼 下的功夫越大 离王霸之业就越远 不过司马错虽然官职资历都远不如张义 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说臣听说想要复国就首先要开奖苦途 想要强兵就首先得让百姓富足 想要称王天下就先得修德政 这三件事都做好了 王霸之业自然而成 如今秦国地小民贫 所以臣希望先能扩大秦国的疆域 正如相国所说 巴蜀是西部蛮荒之地的戎敌 但也正因如此 我们出兵攻打他们 就像豺狼冲入羊群一样 不用付出太大相亡就能够征服他们 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得巴蜀的土地 扩大秦国的领土 获得巴蜀的财富来负民养兵 而且现在巴蜀两国相争 向我们求援 这时候出兵 不过有人认为我们残暴 巴蜀都是荣敌之国 吞并他们也没人会觉得我们贪婪 这才是实至名归之举 而出兵威胁周天子 只会招致天下乐名 周天子是天下的宗主 韩国是齐国的友好盟邦 如果我们对韩国用兵 周天子一定能够明白 我们是要夺取他的九岭 而韩国也知道 我们是要占领他的三川 如果两国不肯屈服 而是通力合作 和齐国赵国结成同盟 周天子把九岭献给楚国 韩国把三川之地割让给外国 以此来联合天下各国 共同对抗秦国 那到时候大王您有什么办法 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秦桧文王听完之后 表态支持司马错的主张 派司马错领兵入属 之后司马错统帅秦军 很快就攻灭了巴蜀两国 这就是战国策里记载的 司马错论法蜀的故事 也被戏称为张仪唯一 输掉的一次朝堂辩论 吞并巴蜀不仅使得 秦国获得了卧野牵略的成都平原 一处不雅于关中平原的打粮仓 而且还能够让秦国 从战略上对传动强国 楚国形成包抄指示 直接威胁到了原本处在 楚国附地的楚国国都颖都 吞并了巴蜀之后 秦国掉过头来继续对付山东六国 楚力及再次领军出关 大败韩军斩首万语 夺占了韩国的十章 屡战屡败的公孙衍 这次算是万念聚会 弃官逃亡 逃回了故国魏国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 公孙衍在张仪死后 曾经一度回到秦国出人相国 不过却再也没有记载 他有过任何建筑 而韩非则利则说 公孙衍之后在魏国 因为卷入了权力斗争而被冤杀 不管怎样一代合纵大师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这些纵横家们的威名 却是永远的留在了史册之中 后来孟子的弟子景春就评价说 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在 一怒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 而合纵连横的局势 也在之后一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倒不是说因为公孙衍的离开 引起了合纵和连横之间实力对比的失衡 而是因为这时候有一个国家不揣冒昧的跳出来 暂时顶替了秦国作为合纵标靶的位置 这就是东方的传统强国齐国 就在公孙衍统帅的韩军在暗门被处理 及统帅的秦军击败了同一年 在遥远北方的燕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奇闻 燕王快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 他突然决定要效法尧顺 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 而且燕王快的让位让的可谓是真心实意 他不仅下令废除了太子的用人权 而且还收缴国内所有三百弹以上官吏的印信 全都交给子之 任凭他重新任免 然后燕王快的儿子太子平起兵攻打子之 结果兵败被杀 燕国国中大乱 然后齐国就趁着这个机会出兵吞并了燕国 燕王快死在了乱军之中 而子之也被齐军抓获之后处死 齐国试图就此吞并燕国的打算震惊了天下各国 秦楚 赵 魏 韩 暂时放下了彼此之间的各种恩怨 团结一致 共同要求齐国从燕国撤军 然后齐国 韩国和魏国更是组成联军 隔着浦水和齐宋两国联军对峙 之后齐国的盟友宋国见势不妙 早在战斗打响之前就抛弃了盟友 独自撤兵回国 而后齐军在激战中惨败 几乎是全军覆没 副将生子战死沙场 齐军主将匡将仅以身免 只身逃过了齐国 而后赵国派兵护送原本在韩国做人质的燕王快的儿子公子植 回国继位 这就是燕国的中兴之主燕昭王 就是后来千金买马骨的那位 当初为了摆脱吞并燕国之后陷入的孤立局面 齐国向对待燕国复国事情中 态度最为中立的楚国伸出了橄榄枝 齐国出兵支援楚国从秦国手中夺取了取卧 因此当时一度形成了秦国三晋和燕国为一方 齐国楚国再加上依附于齐国的宋国等四上十二诸侯为一方的两大阵营 为了瓦解齐楚同盟 秦向张仪出使楚国 据说张仪在楚国的朝堂上告诉楚怀王 如果楚国能够和齐国断交 秦国就把伤于六百里土地割让给楚国 楚怀王信以为真任命张仪为楚国另隐 同时派出使者和齐国断交 结果等到之后 楚国使臣陪同张仪返回秦国去接受商鱼六百里土地的时候 张仪突然改口 说当时答应楚怀王的是自己在商鱼的六里封地 而不是六百里 楚怀王得到回报当然是勃然大怒 他派大夫驱盖率军去夺取商鱼之地 同时派出驻国警粹 另率义军去攻打秦国的盟友韩国 而秦国此时对楚国的反应当然是早有准备 但是因为齐楚同盟已经瓦解 所以两国不再协力合作 因此单打独斗的齐国和楚国都不能对秦国再构成威胁 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率领一支秦军去救援商鱼 丞相甘茂率领另一军去夺取楚国的汉中 而此时处理级统帅的秦军也已经在蒲上之战中击败了齐军 因此可以回尸救援韩国 最终楚军在丹阳被秦韩联军击败 阵亡八万多人 自主将驱盖以下七十多元将领被赴 楚国不仅没能占据秦国的商鱼六百里土地 反而将自己汉中六百里土地丢给了秦国 而丹阳之战也成为了楚国由胜转衰的一个重要标志 丹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 秦惠文王并逝 太子迎荡继位 就是秦武王 秦武王在位仅仅三年 就因为和人比赛举顶 结果失守 被举顶砸端颈骨 失血过多而死 秦武王死后 在主持过胡福奇说的赵武林王的谋划和支持下 秦武王在燕国做人质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祭 被迎接回秦国继位 这就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郡主 秦昭相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